两大风暴山竹佛罗伦斯在地球两侧侵袭破坏 近期两大风暴分别在地球两侧造成严重破坏 一个席卷中国东南沿海 另一个则侵袭美国东岸 两个风暴都造成了重大伤害 根据气象报道 台风山竹每小时风速达到266公里 相较之下 飓风佛罗伦斯在北卡州沿岸 则只有每小时145公里的风速 然而飓风佛罗伦斯产生了致命雨量 造成洪灾 台风山竹是在南沙岛海面成型的 因为进入暖水区 让山竹有一个完美的增强环境 相较之下 飓风佛罗伦斯则是在非洲附近成型 由于登陆的同时也离开了热带地区 佛罗伦斯的威力遭到该地区的干燥空气削弱 专家表示 两者是相同类型的风暴 只是在国际欢热线以西 太平洋地区的风暴通常成为台风 不成为飓风 他们认为台风山竹将带来致命风暴 他不止在菲律宾造成死亡和破坏 还往中国东南沿海行进 别忘了 我们晚上八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by bwd6 by bwd6